都不一样 6比0 这个比分的差距有点大 不是 它关键我觉得就是前面这球 怎么会打的差这么多 就是说 误差的很多 就比自己 它肯定是 我觉得球自乎都是没有到位球 加到李宗伟进攻就显得很容易 又出界 可能是不是也有风潮的原因 我觉得 因为整个对后场控制球的能力 显得比较薄弱 不是出界就是很半场 打球到底是禁区 直接得分 8比0 那这样的话就 应该李宗伟在决胜局 打得有点出乎意料 又是个运气球 越打越顺 一般在高水平运动院之间的较量 很少会出现这个比分 终于得了1分 1比9 这球是几乎滚了往下来 对对对 是 都来不及躲西门上厕所 李宗伟是直接把球打在了西门上厕所的身上 有 大概最起码打了身上 打着五六次 对这个球速而且你看非常快 根本是来不及躲 好好球 你说什么感觉 还是跳起来让开来以后躲开 2比10 3比10 这几个球都是李宗伟自己的主动失误 然后使得西门丧宗是连续得分 连续得分 刚才李宗伟连得了9分 现在是丧宗所得分 也是连着只是得了1比9 现在是4比10 西门丧宗是进攻 而且连贯非常快 现在是转了一个镜头 这样的话就整片场地都是 只有李宗伟跟西门丧宗所得比赛 也是连续得分 1比10现在连得了5分 6比10 好球好球 西比10 双方好像都是连续上分 连续丢分都比较快 这样的话就是李宗伟变成连续的丢分 对 李宗伟也不能掉以轻心 上来9比0领先的 大好球面 现在一下子 自己只上了1分 对方又上了7分 所以说这21分直接的分变化还是很快 没咬住 这样的话 但是李宗伟终于得了1分 上到11分 进入到局间休息 11比7 11比7 李宗伟法 就是双方的决胜局的较量 交换场地 8比11 好球 好球 我看李宗伟确实前后场的难关很快 上网球经常局员这种上网能够扑对方的这种局面 这边打开了一个反手区的死角 13.8 但是确实这个球对李宗伟来讲难度也很大 因为他是先倒地旧球再起身以后 对在起跳起跳杀球 所以只能重心不是很稳 对对对 你要说这方面的话 我觉得还是中国的林丹 这方面的能力确实很强 在逾越出世以后还能够紧接着突击甚至得分 对关键之后杀 有时候你这个方向就很难把握 对所以说你这个重心出球 是否能够马上的恢复 这点很重要 关键他重心恢复以后起跳以后在杀球 就这个对运动员的腿部力量 对整个身体的平衡 这些都是高手运动员非常需要具备的 9比13 好 又是机会球 好 只有方向走现在 是很好的攻防转换 应该说是这个防守完全是猜对了 10比13 你从武的现在前面有点这个 关键有点这个可能体能下降以后的皮太出来了 对 而且我觉得他的进攻时候还应该适当的多增加一些调球 因为他杀球的话 对方毕竟你看站位还是比较偏厚 好球 你看这个机会实际打得很好 他主要这个时候我感觉李宗伟主要是体能如果好一点认真一点 他主要是起诉快点的话 基本上还是优势很大 对 毕竟男单比赛中速度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谁的速度快的话 整个场上局面就很容易被控制 漂亮 所以说你不能把对方想的太简单 认为这个球可能掉过去 没想到对方往前这个扑 放放往前的调量 这是李宗伟最后是把这个球赢下 我对方 我对方